大家好,我是阿玉 秋天到了,我们要多吃南瓜 今天用南瓜来分享一道美食 今天去买南瓜的时候只剩下这一节南瓜地了 老板说南瓜地更划算,没有人 但是我听说南瓜地的甜度要差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的 我们先将南瓜给去掉外皮 然后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将它放入盘中 放进蒸锅里面,隔水蒸熟 再来准备两个小纸薯 先将它切成薄片 再切西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南瓜已经蒸好了 用筷子能够轻松地穿透 然后我们将南瓜给取出来 用叉子将它压成泥 压好的南瓜泥放置不烫手 取200克放入碗中 加入3克的酵母 一勺白糖 用筷子搅拌一下 将酵母给化开 加入大概300克的普通面粉 用筷子搅拌一下 搅成这种絮状 然后加入切好的紫薯丁 再用筷子搅拌一下 下手将它揉成面团 稍微多揉一会儿 由至面团变得光滑 案板上面撒上稍微多一点的干面粉 将面团放在案板上面 揉搓 将它搓成长条 然后按扁 用擀面杖将它推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 用刮刀将它切成长的三角形 取一块面皮 放在案板上面 用擀面杖轻轻的擀薄 宽头这边切一刀 从底下卷起来 转好之后是这样的 一次将所有的馒头卷给做好 做好之后剪到蒸笼里面 盖上盖子发酵 天气热的时候 大概需要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摸起来非常的松软 水开之后上笼 大火这12分钟 关火焖一分钟 这样我们的馒头卷就做好了 看一下颜色非常的鲜亮 木起来非常的松软 我们将它剪到盘子里面 家里有喜欢吃面食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这种做法 特别是小朋友 看这个形状就非常的喜欢 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的面质发得非常的好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长按点赞功能 关注我接受更多美食 我是阿鱼 拜拜